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現在我們會順便給女好辣醫師團 當女生真的好辛苦 今天好辣醫師團要來告訴大家 女人這一生都被哪些問題困擾著 她們為了改變 又能做出哪些犧牲呢 好辣軍團們 又有哪些委屈要來訴說 值班小護士 妳 哈囉 大家好 大家在講說 女人很偉霸 讓她為家庭犧牲奉獻 為小孩 為男人犧牲奉獻 但是妳笑成這樣什麼意思 妳要表達什麼 我要表達的是 可是有一種傻女人 就會讓人家覺得很生氣 就是她為男人犧牲奉獻 是去改變一些事情 譬如說把它整成她想要的樣子 或是熔爐 熔得超大 因為就只是因為 她不是為了自己 就只是因為男朋友喜歡 就會讓人家覺得很傻 是 就我們應該是為自己想要的去說 而不是為了另外一本去說 對 對不對 對 是不是 難為知己者死 這自古 這麼小嗎 這自古來的名言 但是到底女人會有哪些煩惱 我們來看一下 為了抓住男人心付出的代價超慘 鄭醫師 我想舉一個例子就是說 這個例子就是有點誇張的 可是這種例子 我認為在台灣應該 還是不是很少見 有一個病人 她42歲 生過兩個小孩 那來要求硬道整形 各位知道硬道整形的意思 其實是一種 那我就說 好 我看一下 我一看我說 你應該整過了吧 因為其實我們一般 他會把慧音拉長 一看他樣子 就不像是 生產沒有整形過的 他說 醫生我是覺得 是不是 再整一下比較好 我看一下我說 冒昧的問你 是不是已經做過 別的部分的整形 他說已經融入過了 融入過以後 老公很不高興 因為沒跟他講 然後他認為是給老公驚喜 不料老公相當不高興 這下慘了 他又覺得老公是 一定是找藉口 他又跑去做這個 然後也去文美 但是到處改造 做了一大堆 然後他覺得說 為什麼我買了那個 那個情趣的內衣 也不太理我 那什麼事也都不碰我 有時候睡覺的時候故意 翻身故意去摸到他的 兩腿中間 也毫無反應 他就跑去找相命的 相命剛剛說 你老公有外遺 他說你看 猜中了 猜中了 老公有外遺 然後他又想說 是真的假的 又跑去找一個 那個民俗的 會做法 做法 那也跟他說 你老公應該是有問題 因為他們大概 前面聽他講一堆故事 就覺得說 因為猜中的幾率 反正一半 不是 不是 這個民俗就跟猜 生出來是兒子或女兒 一樣一半的幾率 因為他老公那時候 既然都不要求 其實他一個多月多 因為我們一般整形 應道整形完以後 大概要休息六到八個禮拜 才可以在那個 我們常常說 整修內部重新裝潢 隆重推出 重新再推出 但是不能講 不能這樣講 但是就是 以前我小時候 那個電影院都這樣子 都有貼這個布告 整修那個電影院 都有寫這些字 那結果 他就 他就 老公發現以後說 這個 你幹嘛又去做這個 然後他說你不喜歡 他老公說 也沒有不喜歡 因為覺得是有幫助 可是後來發現還是沒有改善 他就跑來跟我說 醫生會不會覺得 還是不夠好 我跟他說 你會不會有點自虐了 會不會有點自虐 我建議 我的建議是 你應該是找婚姻諮商專家 而不是先來找我們這些醫生 那他說這個有用嗎 這些出一張嘴巴有什麼用 我說那瓜哥也出一張嘴巴 就很有用 結果呢 我就介紹一個我認識的 很熟的給他 結果居然過了幾個月之後 因為那個人很熟 有時候會見面吃飯 他跟我說 你覺得那個案子非常有趣 我們諮商就分開 跟他諮詢了以後 最後再一起諮詢 常常都會這樣做 結果他居然問出他老公 還真是被那個前面兩個相對 他是公司的同事 但是那個時候其實已經 就是他對那個第三者 小三也有一點很多意見了 各位知道這個常常都這樣 為什麼這個小三 老婆都比較溫柔體貼 老婆都比較兇悍唠叨 他說在野黨都是一樣的 執政以後就是都這樣 只有執政就都一樣了 你不要相信在野黨 誰執政誰上台都一樣 等他變正空就又一樣了 所以你不要那個 所以他老公那時候 心態也發現說 結果好像也差不多一樣 久了以後就差不多一樣 他老公那時候 心已經開始有回來 所以他很樂意的跟這個 這個智商都要談 做智商 最後我說最 他說最後結局相當不錯 就是他們 他們又能夠在一起了 也就是相信我的話說 其實不用再整形一次了 對 小范 我的第一胎 我就聽大家朋友都說 生第一胎就是會 下面會鬆掉 所以我就很害怕 我老公會不會覺得很介意 什麼的 然後我就要求我老公 就剛好是我老公朋友 幫我接生 然後我就要求那個醫生說 可不可以幫我縫緊一點 那當初那個醫生是說 不可以啦 鬆不鬆是荷爾蒙的關係 不是說你自然產就會鬆掉 然後我就很堅持 就說拜託 拜託 多幫我縫個一兩針就好了 就偷偷的 然後他就 好啦 結果想不到就是 懷孕就是 多少會有痔瘡啊 然後生的時候 寶寶頭又很大 然後會陰部裂掉嘛 然後就有痔瘡 加會陰部縫合 然後再多幫我縫個兩針 結果果然就是 心房就是有一點疼痛 就反效果 本來沒那麼鬆弛 變縫太子 對 其實這個有個問題 就是 產後要縫回來 一般選擇時間 不是在生產的時候 正常來講 因為生產的時候是 第一個沖血 增加出血量 第二個是 它那個時候它會恢復 產後會恢復 可能恢復的大部分 可能八九層七八層 那所以最後差距那個時候 再來減掉多餘的 會比較準確 那什麼時候做是最好 就產後超過六個禮拜 過後之後 那一般他們都是會再更久一點 那小凡有解決這個問題嗎 就第二胎就再也沒有用要求了 然後自然生再一次 然後再把它縫正常 傻女 太笨了 沒有 我相信電視器 很多人的女孩子 都是從這種心 但是會議是兩個人 是不是一個人 要討論 中方都要打到餘月才有可能 繼續往前走 那你如果它很餘月 你很痛苦 你也走不下去 那你會一直拒絕心房 最後 其實還是不好 對啊 真的 這種部分 我們有時候會碰到一些 比較特殊的狀況 我相信那個鄭教授應該也碰過 那我那時候是急診的時候被摳 然後他說有一個24歲的女性 然後來了之後就是底下出血 那我們看到那個病患的時候 那病患就是稍微有一點扭扭捏捏 這樣子 然後我問說到底怎麼回事 那他就說他這次是第一次 跟男友發生關係 那發生關係之後 底下就是出血疼痛的很厲害 這樣子 那我就幫他稍微檢查一下 其實一般就是說 就算是初次發生性行為的話 那個裂傷不會是太厲害的 但是那個24歲的女性 她的裂傷就是比較特別一點 裂得比較深 然後看起來傷口怪怪的這樣子 所以當下就知道不太對勁 那我就是跟男朋友講說 那你就先在外面稍等一下 我幫他檢查一下傷口這樣子 那邊檢查我就邊問他說 你是不是有做過什麼手術這樣子 那既然已經被看出來 他就不好意思 他說他有去做那個 處女膜的成型術 那原因是因為就是 他現在交的這個男朋友是 算是多精又帥氣的小開 那他就是想要跟這個男生 一直在一起 那他怕 其實他也不知道 但是他怕這個男生會有 他不知道小開有沒有處女群結 他就自己做處女膜 對 他不知道 但是他就自己覺得 既然他想要跟這個男生在一起 他想要在最完美的狀況下 那他就去做了這樣的手術 那當然一樣要求 他的要求蠻多的 除了做處女膜的成型術之外 他也希望再把陰道再做緊縮一點 那其實二十幾歲的女性 你可以想像 根本就不太會有鬆弛的問題 所以他那個部分的話 口口做得蠻小的 那我們一般是建議就是說 這個手術完之後 有一個恢復期 那當然這個男友 他等不到那個恢復期就要求 他也不好意思拒絕 因為他想要跟這個男生在一起 而且要演的第一次 一定要這種情形之下 對 結果是出血了沒錯 但是整個很痛 而且裂開了這樣子 那他就是 整個傷口裂開之後 那他也拜託我說 千萬不要跟這個男生講 因為他當然還是想要 跟這個男生在一起 那沒辦法 男生進來他一定還是會問 那我們就說 可能是第一次發生關係 太劇烈了 那可能你的大小可能不太 合適 所以有稱裂這樣子 這是暗中稱讚的意思 那男生就沒有意見 可能還覺得有點愧疚 男生轉頭就送三顆他賺錢 嫁給我 對 那但是我也跟他們講說 就是 這個裂傷是需要做一個 稍微做一個小手術 縫補的部分 才能夠達到止血 不然的話那個血 一直流之後 傷口其實也不好看這樣子 所以有的時候 女生可能也不需要想這麼多 那最重要的是 自己的身體健康比較重要 我的問題其實跟小凡一樣 其實我是生完第一胎之後 然後因為有補胃母乳 然後胃完就是斷奶之後 胸部就會變得很垂 然後又很小 然後那時候我就覺得 因為這件事情覺得很沒有自信 然後我就覺得 老公看我好像也沒有那麼有興趣 因為熔乳其實我也不敢 然後我就上網查 然後那個上面還寫說什麼 就說 一週之內保證大一杯 之類 然後我就想說 好像可以賣 而且我還買 我還記得那個封胸霜 是紅色的包裝 然後上面有兩條辣椒 他就寫說 他塗上去的時候可以 促進血液循環什麼的 而且我還記得我是 放在這裡 用三隻手指 然後這樣搓 然後結果我後來搓下去之後 就整個 然後這邊就三隻手指的樣子 這邊也是 你買到辣椒糕了嗎 然後我就想說 好像不太對勁 然後我就去沖冷水 結果就非常非常的刺痛 然後後來我就冰敷 然後熱服 都完全沒有效 過了一週之後 還是超紅 然後胸部也沒有變大 你也沒看醫生 沒看醫生 因為就是也不好意思 跟醫生說 不然就不用塗她了 對不對 就不塗她就好了 對 就不塗她就好了 我今天分享一個 我同事的故事 就是 之前有一個女生客戶 去找她做整形 然後她一進去的時候 就看這個女生 她不像有整過的 因為現在 路上有整過一點點的人很多 就是一個很清純那種 很單純 很純樸樸 然後衣著也很樸素的那種女孩 然後她就拿出一張照片 說我想要整成這個樣子 然後一看就 也不是Angela baby 也不是張脖子 不是明星 不是明星 大部分拿出來都一定是明星 要不然就是很多張明星的綜合體 這個的額頭 這個鼻子 這個眼睛 這個下巴 都沒有 就一個很平凡的素人 但是她也準備了很多張 不同角度的這個照片 結果她就說 這個是我 因為她前女友是車禍死亡了 然後但是那個男的 對前女友已經兩年多了 還是念念不忘 那她怎麼認識她 她是前 她們是一檔的 但是前女友死亡了以後 她以前就一直很喜歡這個男生 她去倒追 又追過來 就是她們本來就是一起玩的 同一檔的 然後所以她就覺得說 可是她以前對前女友的感情 是很濃烈 然後那種愛到死去回來 可是她現在對她就是 一種比較平淡的男女的感情 她就覺得她自己也知道說不一樣 她對我的感情不一樣 而且好像她們的生活圈 因為都在一起 有時候還是會一直在講到前女友 然後那個她的男朋友 現在的男朋友 還是常常在看前女友的照片 然後划一些她以前的照片 然後她 所以她就決定 她不論如何都要做這個手術 所以她就花了一個大錢 一個很樸素的女孩子 就什麼都沒有整過 花了大錢 只為了讓她男朋友開心 然後她整完了以後 雖然沒有百分之一百項 因為她那個 金額有點不夠 所以有一兩項 沒有百分之一百 但是大概像個七八成 然後她回去 下一次回診的時候 就帶她男朋友來了 然後她男朋友 就很感動 然後就覺得說 我女朋友原來對我這麼有心 我以為她只是就是 因為想要安慰我 所以才跟我在一起 因為她看我很可憐 很難過 已經兩年多走不出情傷 對 實際上她是真的很愛我 那她們講 在整把整把 但是就是真的後來聽說 兩個人就很開心的 就是有再繼續走下去 對 但是我覺得兩個人相處聊天 懂不懂心事 才是重點 喜不喜歡的興趣 我覺得很重要 對 如果完全 當然已經都在一起 表示她能接受那個人 只是外貌 只是更加分而已 對 就是你知道女生其實在小時候 最期待的就是談戀愛 然後那時候我帶同學 在國小就交男朋友了 然後我心想說 我怎麼到國中都沒有男生追我 然後因為我那時候就是 我就是一個很淡的單眼皮 然後我就一直跟媽媽講說 媽媽我覺得我單眼皮 都交不到男朋友 然後媽媽就說 不會 你看單眼皮很漂亮 一定會有人欣賞你 然後我想說 好 然後我就開始就喜歡 隔壁班的男生 然後我就很喜歡他 然後我就心心想說 好 很想跟他告白 但是因為想說 怕被拒絕 所以我就叫我朋友說 你去探探他的口風這樣 看他是不是對我有興趣這樣 然後後來他就 我朋友去探完之後 他過來我說 怎麼樣怎麼樣 他有沒有覺得 蠻喜歡我的單眼皮 他說沒有 他覺得你長得很像正宗雞 所以你知道 我說正宗雞不算是 一個女生像一個男生 你就覺得天啊 也太痛苦了吧 然後我就覺得非常地痛苦 然後我就跟我媽媽講說 為什麼你要把我生成單眼皮 我就覺得就是漂亮女生 都是雙眼皮 水汪汪的樣子這樣 我媽就說 她說不會 我下次教妳一個方法 妳去買一個眉筆回來 媽媽幫妳畫 妳這個畫得像雙眼皮一樣 我說真的假的 我還在拿那個韓國團體 那照片說 我要像這個 然後我媽說沒有問題 然後我那天就是去 把我租公裡面的錢挖出來 我就買了一個眉筆 然後一起來說 我媽說好 妳閉上眼睛 然後她就幫我畫 她說好 睜開眼睛 我媽就只是在我眼皮上面畫了一條黑線 我本來就氣哭 然後我就覺得不行 我就覺得我媽太不可靠了 所以我就開始去問說 怎麼樣變成雙眼皮 然後我就開始去 我朋友就說 妳可以用那個雙眼皮貼 所以我就開始貼 早上貼 晚上也貼 然後已經貼到 因為其實妳雙眼皮是要每天換 然後妳在撕掉的時候 就會把妳那個皮封上面的角質給 就是 撕掉 對 撕掉 然後開始妳的眼皮就慢慢變很薄 甚至那時候我已經有點 然後後來之後 我又遇到我一個阿姨 我阿姨就跟我講說 她以前也是單眼皮 然後她不是用那個貼的 因為她以前那年代 沒有雙眼皮貼 她說她留一個很長很長的指甲 然後每天就在那邊一直刮 我心想說真的假的 但是呢 因為妳知道每天學校 都需要那個衛生檢查 所以我沒有那麼接著指甲 我就拿一個黑色的髮夾 我就每天在那邊刮 已經刮到整個就是 就是開始有點突斜了 然後有一陣子就是因為 以前沒有什麼太多的衛生觀念 就覺得黑甲 就是譬如說妳放在頭髮上面 就拿起來 就可以這樣用 然後放在口袋 拿起來用 然後後來有一陣子 我的眼睛就得睫毛眼 因為實在太髒了 我媽還帶我去看醫生 所以我們後來就從 單眼皮變內霜 然後到現在是整個 就是有外霜的雙眼皮 真的有用喔 真的有用 所以我的雙眼皮是 我用地益力換來的 但是差點下掉 所以太髒了 來看第二個 只要小孩好 媽媽什麼都肯做 是的 來 巫醫師 出書了 恭喜 恭喜 這書叫做 阿包醫生陪你養寶寶 因為我是小科醫師 所以其實在一些 診間的經驗 就是還有媽媽的一些 心情的調適 其實我就把它寫下來 希望說這本書就是讓 新手媽媽還有爸爸可以看 至少就是說 會讓他們覺得說 真的有人懂你們 因為其實傳統社會 即使到現今 對於媽媽這個角色 其實賦予太多的責任 還有要求 所以其實真的媽媽 是很辛苦的 那其實有些時候 在這種情況下 媽媽的苦沒有人知道 她也不知道跟誰說 所以就是希望透過這本書 讓他們知道 那其實有些時候 因為媽媽會習慣為孩子做很多 為了小朋友好 那我先講我自己的例子 因為我家兒子本身就是一個 比較高需求 高敏感的小朋友 其實他小時候 吃到一些特別的東西 不順他硬他就會吐 所以其實我們在製作 泡奶 製作複製品 甚至吃東西的過程 我們都很小心 然後他不喜歡 太有顆粒的東西 我們都盡量把它摸 然後一些水果都先把它處理好 但是後來他開始去上幼兒園之後 有一天我老婆去接我兒子 然後老師又說 媽媽 你們家兒子有點奇怪 今天我們下午的點心吃香蕉 他看到香蕉 然後他說 他說他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然後不知道 這樣子 然後 對 我們想說 為什麼後來才知道 原來 因為在家裡 我們都直接先幫他剝好 剝好皮 然後切一片一片 然後就是 他沒有看過那個香蕉的圓形 所以其實會導致說 有些時候 因為媽媽或是爸爸做太多的時候 會使得說 小朋友太多經驗 是沒有被學習到的 這樣怎麼出書教人家 對 他會說 他會說 自己的經驗 對 因為大家都會覺得說 醫生好像很會帶小孩 其實沒有 真的沒有 也是在 我不看出來了 對 那個蝦子頭多晚 就有人看到沒有蝦頭 對 蝦子怎麼長這樣 對 就是因為 在診間 會知道媽媽的偉大 常常就是因為 診間蠻常會有那種 一進來 診間問很多問題的家族 通常都是媽媽 可能一進來 就直接一張A4的紙 然後就是從頭問到底這樣子 但是爸爸通常就是在旁邊 帶有一點嫌棄的表情 或者說根本都沒有出現的 所以其實會希望說 其實在這個過程當中 育很辛苦 但是小朋友其實他之後的回饋 都會很好 但是媽媽要懂得保護自己 然後懂得愛自己這樣 我覺得我急診醫師的角度 我很謝謝吳醫師出這本書 因為急診最容易遇到那種 很偉大但是很焦慮的爸爸 媽媽 應該說是媽媽居多 因為我很常上兒科的夜班 那半夜兩三點的時候 就來了一通電話 就是一個媽媽說 我小朋友發燒了 大概三十七度多 大概有三天的 每天晚上都會發燒 我這樣要不要來看急診 那我就衛教他說 那他有沒有什麼不舒服 最近不是咖啡嗎 有沒有出國 身邊的人有沒有出國 有沒有人發燒感冒不舒服 拉肚子 活力 食慾這些都OK嗎 他說小朋友都OK 然後現在也在睡覺 我說那你們不要再觀察 就在家裡休息 早上再看耳科門診 他就說 就一直鬼打牆 重複溫陽問題 大概問了半個小時 我都講了一樣的話 我就說那如果你很擔心 你帶來急診好了 所以再過半個小時就來了 來了以後我又跟他講了一樣的話 然後他就說我懷疑他是川崎式症 我說可是他症狀不太像 我覺得還是可以看門診 他說 我還是很擔心 我說那不然我們抽血好了 然後媽媽就說 又不想抽了 然後我就想說那你要還是不要 大概又爐了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 那我就說服了他就是抽血 那報告出來都正常 然後我就說那媽媽 寶寶報告都正常 而且寶寶在睡覺 我就說要不要帶回去休息 他說可是這樣不會是川崎式症嗎 我說就不太像 他就說那怎麼辦 媽媽那你不要住院 他說這樣就要住院 可以不要住院嗎 就是媽媽都會這樣 然後我後來還是說服了他去住院 大概住了一天 他就出院了 因為他就真的沒有事 大概又隔了一個月 我又上夜班 我又遇到了同樣的媽媽 就把那個小朋友抱過來說 我小朋友低體溫怎麼辦 我在家裡量了兩次 然後我說那你可以把你量的那個 體溫表給我看嗎 我發現他每半個小時 幫寶寶量一次體溫 就算是晚上睡覺都一樣 晚上睡覺媽媽都不用睡 半個小時就量 只要量到不正常 像說37度多 他就 所以媽媽真的實在是太偉大 我就... 對 我就問媽媽說 媽媽你都不用睡覺嗎 他就說 沒有 他就很擔心 所以34度多 他量了兩次 大概隔了10分鐘 他就很擔心就帶過來 結果在我們急診量 他也是沒有發燒 結果也沒有低體溫 就是36度多 然後我就跟媽媽講說 媽媽你們家的體溫劑是不是壞掉 他說可是我量大人的都正常 我說那你們是什麼體溫劑 他說他是大人的耳溫槍 然後就跟媽媽說 媽媽那你們要不要回去 就是買小朋友的 因為有時候大人不太會量 很緊張就亂量 就量得不好 就是因為那個比較大 耳朵比較大 塞不進去 就亂量 所以體溫就會偏低 然後媽媽說 我還是很擔心 我可以留在這裡嗎 我不是說好 就也是半夜兩三點這樣 結果他就在急診外面 然後也很冷 他就在外面坐了一個小時 然後才帶寶寶回家 然後我內心就想說 可是在一個小時 急診很冷 如果寶寶是手感冒的床 體溫更低了 體溫更低了 不過他大概一個小時之後 寶寶也是每一次就帶回家 我一直要分享一個 新手媽媽的故事 然後那時候我還是就是 一個護身 然後我們那時候 就是去兒科實習 那兒科大部分都是上呼吸到感染 然後我們護身就是 也不能做侵入性的治療 我們每天就是要拿著一個拍彈器 去幫寶寶把那個彈給這樣 震 然後就是讓他的彈 可以不要連著在肺部 比較容易排出 那我們除了就是 譬如說有這樣子一個器具之外 譬如說你手拱著 然後他打的時候會一個 很大聲的聲音這樣子 然後我們去的時候 我們就會一群 一群就是同學 那媽媽我們要幫那個小寶寶拍彈 然後拍彈的時候 可能聲音會比較大 然後你不要緊張 可以幫助寶寶把彈 就是可以排出 這樣生病也會比較快 好 然後媽媽就說 好...沒有問題 然後我想說 遇到一個很好的媽媽 然後我們就要把那個 小寶寶的那個 屁股這樣稍微墊起來 然後他的那個頭會比較朝下 然後我們就開始拍 然後一拍就會發出這種 的聲音 然後媽媽說 你幹嘛... 我說你打他 我們說沒有... 媽媽你想想看 我們這樣拱手 這樣子你看打你身上 不會痛... 媽媽就說 好... 然後他看著我 然後我們就一拍 你幹嘛... 然後小寶寶原本沒有哭了 你幹嘛... 然後小寶寶就... 就開始哭了 然後我們就非常非常的緊張 然後就不知道該怎麼辦 因為那時候我們還是學生 然後我們就想說 因為他就有點抓狂這樣 然後兩個抱著一起哭 然後我們就很緊張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然後我們就說 那我們先離開好了 然後我們就去跟那個阿長講 然後阿長說 那我再請醫生在看診的時候 就是去巡訪的時候 順便講一下 然後醫生就跟他講說 那個就是我們這個 可以幫助寶寶 所以你不用太緊張 然後他就說 所以你可能會覺得 這樣子很心痛 但是你就稍微冷一下 然後他就說好 所以我們後來第二天 再去的時候 我們就說 那那個媽媽我要幫寶寶拍檔 他說好... 媽媽不誇張 他不知道為什麼拿來的手帕 他就在那個床腳這樣 咬這樣 然後我們心想說 媽媽怎麼了 然後我們就開始拍 然後拍 然後我們都很緊張 就拍然後他這樣 長田媽 你照給我們眼睛 有沒有看到 那小孩子在為這件事受苦 然後我們就搞得 自己真的非常的緊張 對 然後後來之後 我們就覺得太誇張 因為寶寶就一直哭 一直哭 然後後來阿長就說 那就是 就這件事情 再先交給學姐好了 所以我就覺得 新手媽媽都會很緊張 但是他只要看到 小孩子好像被碰了 可能這聲音很大聲 或是等等一些狀況 他們就會變得很抓馬這樣子 對 因為其實我覺得媽媽 在意孩子是好的 但是有時候過度在意 反而不一定是一件好事情 因為其實像我就是有遇過 就是一個在門診上的遇到 因為也滿長時間的 然後他就是一個 非常在意小朋友健康的媽媽 所以他一開始 就是我聽他在講的時候 他小時候就是 小朋友小時候的時候 就是連他的公公婆婆 要來抱的小孩 就是都是要那個 那如果一般的朋友 譬如說出去外面 他根本就是不可能 讓別人去摸他的小孩 然後小朋友長大的時候 就大一點可能去幼稚園 然後規定小朋友去幼稚園 就是別人在吃點心 他不能吃 因為他覺得 那個點心就是不健康 然後有很多的什麼添加物 他也規定小朋友就是 就是不準就是跟其他的同學有接觸 就是玩遊戲的時候他也不能玩 然後他只能在那邊就是看 當然這種小朋友 他的體育力已經不好 其實他國小 因為一定得接觸其他的同學 小朋友他真的是大概 只是簡單的扁桃線發炎 他幾乎 對 因為他就會一直發高燒 然後最嚴重還曾經就是每個禮 就是一個月要住到四次 那其實這醫師也大概知道 小朋友的狀態 那他也試著在跟媽媽溝通 可是這個媽媽就是 完全就是沒有辦法接受 醫師的意見 然後一直到這個朋友 小朋友到小三的時候 我就看到就是他們來掛 就是醫院的 對 所以其實媽媽本意是好的 可是讓小朋友後來就是造成這樣子 很悶悶不樂 然後反而造成他心理上的壓力 其實這樣也不見得是好事 對 他的故事讓我想到我曾經聽過 就是遇過一個家長 也是類似的情況 可是那個出狀況的是家長 就是他照顧他的女兒 他女兒是獨生女 結果他女兒就是從小 他就幾乎就是 他跟我們講說 甚至連蚊蟲叮咬都不可以 所以有一次就是在學校 真的發生一個意外 就是小孩子就是碰撞跌倒了 然後骨折了 當下那個媽媽在醫院整個崩潰 然後崩潰到說 感覺他的世界就要塌了 對 就是太過在乎他的小孩 然後尤其像這種獨生子女的 像另外有一個案例就是 也是滿誇張的 他是一個獨生子 然後小孩現在是小二這樣子 那他們夫妻兩個其實也對小孩 非常的關照 也很在乎他的所有的一切 包括當然也包括功課在內 兩個夫妻兩個這個白天在外面打拼 然後回到家之後還輪流看功課 就是說兩個二打一 兩個盯一個小孩的功課這樣子 所以他兒子也壓力非常大 那一直到有一天 這個媽媽在教數學的時候 一教教了半個小時 兒子還是不會算 他就整個抓狂了 就大罵就拍桌說 你怎麼那麼笨 你怎麼都不會啊 這麼簡單的 教那麼久了半小時還不會 結果他兒子也 就是也覺得很壓力很大 就頂嘴了 就跟媽媽說 對啊 我就是笨 不然你還算 你當然待機我去上學 就講了一堆 結果母子兩個就是一發不可收拾 就槓起來 結果先生在旁邊 當然就趕快來打圓場 就說好 老婆你去休息 你先去房間我來處理這樣子 那但是沒想到事情沒有落寞 這次先生在外面就是陪小孩 做功課的時候 他也去房間 不曉得怎麼樣 越想越去 越想越去就想不開 就是說他對小孩這麼好 然後這麼用心 小孩怎麼這麼 不聽話 對 結果居然想不開到 拿了他平常在吃的安眠藥 一把吞進去七顆 結果就昏睡了 他就躺在床上這樣子 那先生不知道 跟小孩在外面 外面處理好了之後 要進來房間 叫他太太去洗澡 幹嘛幹嘛 其實叫不起來 他覺得很奇怪 剛剛不是好好 怎麼會突然這樣 好像完全沒意識 也叫不起來 就看到旁邊 他有那個藥物的包裝 就發現不行 要趕快送醫院 結果當然送醫院之後 就是急診醫生有幫他做處理 那醫生一問就說 到底怎麼回事 一講 醫生也覺得很傻眼 就是說他第一次遇到這種 輔導功課 輔導都要吃安眠藥的案例 因為我們一般 當媽媽都知道 一些像最近是期末考完 那小孩子 你會教到爆炸 就是有時候你都會 我們都會講說 真的教功課 簡直就是每天都會 每一次都老了十歲 不然就是說快要中風這樣子 那這個案例他是 真的吃了安眠藥這樣 對 我朋友最近他把他小孩去看幼稚園 然後看完之後他打電話跟我說 然後被我大罵 他抱了一學期 二十三萬的幼稚園 現在多少 一學期 一學期 我說你瘋了 他就說 而且他也不是特別有錢的人 他就是覺得說 我看了每一家 我都覺得他那裡衛生怎麼樣 他那裡老師怎麼樣那樣 我覺得我看了一看去 我不小心就刷了 可是他也不是特別有錢的人 他就覺得 他就焦慮 因為他覺得每一個 都不符合他需求 他一定要找到一個最完美的 是啊 這是比較有錢家庭的煩惱 我之前遇到的是 比較清寒的家庭 他是一個單親媽媽 帶著一個女兒 就兩個母女 其實滿辛苦 那個媽媽她是 必須要做兩份工作 來才有辦法有錢 去供這個小孩讀書 所以他從早上 大概六七點就要出門 然後晚上大概十一二點才回家 等於說小孩去上學 到放學回來三四點之後 基本上就是一個人在家 那還好這個女兒也滿爭氣的 成績是也滿好的 可是到了國中的時候 他就發現說 怎麼最近女兒開始愛美了 然後開始有時候講話不聽了 本來成績很好的 現在開始成績有點退步了 那媽媽一開始在想說 是不是那個青春期 滿不好管教 可是因為他每天回家時間很晚 基本上母女都沒在講話了 早上出門的時候 媽媽已經走了 女兒回家的時候 家裡也沒人 就是拿零用錢 然後吃吃東西這樣 可是他媽媽發現一件事情很奇怪 錢越來越多 有一次發現他女兒居然有 好多張一千塊 然後過一陣子發現說 晚上九點多 接到不明的陌生男子來電 他說喂 然後男生就 打錯了 那就掛掉 然後他就越來越覺得很奇怪 就一直在逼他女兒說 你是不是出去外面 跟男生亂搞 媽媽以前就是受了男生的苦 千萬不可以出去給人家胡來 然後你不要為了錢 然後就一直在罵他女兒 他女兒就一直說沒有 沒有 然後他媽媽就會 他會檢查他的月經 說每個月月經有沒有來 很怕他懷孕 然後他女兒因為不給他看 最後就硬被他拖來婦產科 來的時候我們也很尷尬 兩個人就在那邊吵鬧 然後媽媽就叫女兒上內診台 要脫內褲 要上內診台 他就不要 要脫不脫 要脫不脫 兩個人就在那邊 然後吵吵鬧鬧 搞很久才上去檢查 還好 處女模完整 然後就開開心心 吵吵鬧鬧又回家 重點就是每個月都要來 她媽媽只要一覺得說 怎麼這個月週期 怎麼15號 怎麼還沒來 怎麼還沒有月經 沒有衛生棉的那個衛生棉 是不是不小心懷孕了 就滿腦子幻想 然後又拖來 她女兒又不高興 然後又在那裡吵吵鬧 國外的教育 大概現在告訴她 正確的性知識跟安全防範吧 我都看到很多 那個美國電影的性 每個人到十六七歲 就幾乎是那種叛逆型 我出去約會不惜媽媽什麼 但是你跟她爭吵也沒意義 對不對 而且那幾個年輕人 還會偷偷的集合在那邊 在超商面前 去拜託人家買酒 就越不能幹的事 他們越想幹嘛 對 但是要告訴她正確的一些 安全的性知識 對 重點是這好幾個例子 都是因為父母親 尤其是媽媽 自己過度的神經質 就害到小孩子 小孩子是本來很正常的 對 很多都是這樣子 對 那心裡會受影響 所以其實是媽媽爸爸自己 要檢討自己 對 是你心態小 本來沒有那麼稀奇的 對 被搞得那麼稀奇 真的 他搞得都快要 賣開年票給他了 每個人來檢查一次 每個人來檢查 但你沒有 你剛剛算十二次 就要加送兩次 我們看這個 瘦還要更瘦 才能美出新高度 對 其實瘦還要更瘦 絕對不會美出新高度 那我舉一個 我滿印象深刻的一個個案 她是一個24歲的女性 她那個時候來的話 是爸爸媽媽 推著輪椅進來這樣子 那其實我們那個 本來門診的那個號碼 上面都會寫年紀 所以我知道她是一個 24歲的一個女生 可是坐在輪椅上 真的看不出來是24歲 整個瘦得像骨頭 然後那個就是臉上 整個也是鬆垮垮的 所以看起來其實沒有 比她爸媽年輕 就看起來整個滿老的這樣子 那我就問爸媽說 她怎麼不舒服這樣子 那其實她坐在輪椅上 就是很虛 那個小女生 那爸媽就說 她的月經已經很久很久 都沒有來了這樣子 那希望說 我們會不會有一些方式 可以讓她的月經來 那我看了看那個小女生 我就跟她 跟爸媽講說 其實她的問題應該 不是單純月經不來 這麼單純 那我說我們可不可以聊一聊 她說好 那後來爸爸就先 把小女生推出去 然後媽媽留下來跟我 聊這樣子 然後後來問說 那女兒到底是怎麼回事 為什麼會瘦到 瘦成這樣子 我說瘦成這樣子 本來月經就不會來 她說她女兒 原本都很正常 在20歲的時候 原本是在國外念書 在國外交的男朋友 那那個時候她的體重 身高大概156 157公分 然後大概40幾公斤 所以其實本來就不胖 本來就不胖 她但是在外國的那個男朋友 就嫌她胖 嫌她胖 那所以她在國外的時候 就是有 有嘗試各種的減肥方式 有斷食 有健身 各種方式 也真的有在減一些 真的有在減一些 可是在減一些 男朋友還是不滿意 還是說她胖這樣子 那後來甚至還劈腿 然後說因為她胖的關係 就把她拋棄掉 那拋棄掉的話 在國外的時候 就已經開始有一些 不太舒服的症狀出來 她開始會 就是看到自己 就覺得自己長得很醜 很胖 然後就會開始嘗試一些 催吐的方式 除了吃之外會催吐 然後開始人就是有點憂鬱 那因為她在國外的部分 所以她父母其實沒有辦法 一直掌握到她的狀況 那後來到暑假的時候 她回來的時候 她爸媽嚇一跳 怎麼整個 女兒整個變了樣子這樣子 後來一問才知道 是這樣子的情形 後來就不讓她再出國去 就在國內治療 然後這個厭食症跟憂鬱症的部分 那個後來都在身心科的部分 有診斷出來 那雖然是身心科的部分 有診斷出來 也有開力藥物 但是她還是會有這樣子的習慣 就是她看到食物 她就會噁心 不想吃 那真的吃下去之後 有時候真的會吐 再不然就是她照到鏡子 她還是覺得自己胖 就會再去催吐 雖然已經瘦到 我那時候看到她的時候 其實還不到30公斤 非常危險的狀況 你跟以前那個木匠兄妹的 對 整個是瘦的就是 真的像木乃伊這樣子 她還是覺得自己胖 那所以我就跟爸媽講說 其實她之前在我們醫院 也有抽血這些看 她除了有就是 月經不來這個問題之外 她也貧血 也骨質出鬆 我說實際上要幫助她的 應該是這些 其他身體上的部分 因為太瘦的話 會有生命上的一個危險 我就跟她講說 我會幫她補充一些荷爾蒙 那有些時候 補充荷爾蒙的時候 會有增加食慾的副作用 有些人吃避孕藥會變胖 我說希望用這個藥物的部分 看看能不能增加她一點食慾 但是我希望 不是讓她月經來 因為她還貧血的狀況 我說你就吃這個避孕藥 但是不停 因為不停 她也不會來月經 但是會有這個 是因為她的荷爾蒙的一個作用 那一方面是希望她可以更有食慾 那另外一方面的話 也是避免她骨質疏鬆 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那後來經過討論之後 他們就覺得OK 那我也是跟她講說 繼續還是要在身心課那樣子 做追蹤 所以後來大概在半年左右 她體重我再上升一點 從二十幾公斤不到三十公斤 後來變成三十二 還是非常瘦 但是至少人看起來 稍微有精神一點 那我問爸媽說 她說狀況有沒有好一些 她說還是老樣子 但是好像稍微好一點這樣子 所以確實 就是說為了瘦這件事情 我們還是要用健康的方法 我覺得女生維持體態 真的是一輩子的功課 尤其是譬如說 你可能不管是 你現在可能在談戀愛 或是婚後 我覺得你要維持體態 非常的痛苦 像我之前就有吃過 譬如說是藥 然後你吃完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我吃了一個是 就是在 應該是說在我們女生界 是還滿有名的 但你吃完之後 你整個 我曾經就有過一次就是 我那時候就是從 下班完之後 我就坐公車回家 然後我一下車的時候 我就覺得 天啊 人生好沒意義 就是會 她的心又讓你忽然很低下 憂鬱 對 然後後來會想說 那這樣不是辦法 然後我想說 那我就去看中醫 然後因為我其實 我雖然是護士 但我本身是很害怕打針的 然後他們就要埋餡 然後吃中藥 你即使你吃這些中藥 然後它會抑制你的食慾之外 你自己本身熱量的控制 也是非常重要 但你不覺得 你人生一整天覺得很辛苦 但最快樂的時候 就是吃甜食的時候 好開心喔 就是你會覺得很幸福 尤其是現在天氣又那麼熱 就會很想要來一杯 手搖飲 然後你就會覺得說 到底有什麼東西 是可以代替甜食的 然後後來我就發現一個小物 我覺得非常的厲害 就是讓你覺得 原來控制的熱量 從此不再辛苦 是件很幸福的事情 然後我自己本身就是有在看 那個韓國實境練習生的一個節目 然後我就心想說 為什麼這些練習生就是 他們每天都可以喝奶昔 但是體態還是表現得非常的好 然後我就覺得很奇怪 我就有去那個美妝店 藥妝店去找 我就找到這一個 這個應該是說 比如說我上網有看到 姐姐現經驗也有在吃 然後它本身就是有 80種高鮮的蔬果 酵素 高鮮蔬果酵素 所以譬如說讓你譬如說 常滷豆也會好 也是非常順暢 然後再來是 它本身還有 藤黃果的萃取 所以它可以提升你的那個代謝 然後以及 就讓你有飽足感 還有大豆蛋白 然後重點是它裡面是 然後 再來是 然後非常方便是 因為有時候其實你是非常忙的 如果 你可能開車或你要搭捷運 附近不一定會有早餐店或什麼 但是它這個一包就是 你把粉放進去 然後加水 那像在夏天的時候 我自己就會加一點冰塊 所以這樣搖搖喝起來 就感覺非常的棒 它是勾勾的耶 對 這感覺就超有飽足感的 對 然後你可以吃看看 裡面有一點點顆粒 裡面是大豆蛋白 而且它聞起來好香喔 我之前是喜歡喝那個奶茶 然後在今年夏天呢 他們出了水蜜桃的口味 水蜜桃裡面還加了 叫原蛋白 重點是它裡面是 韓國創新控卡代謝的配方 所以不管說 它是吃了有飽足感的 對 因為它裡面就是有 魔芋跟大豆蛋白 所以你吃起來是會有 很有飽足感的 那杯子也是他們的嗎 對 然後它裡面會有一個 那個shake球 所以你在搖的時候 它其實你這樣搖大概八秒 它就完成一杯了 然後它除了就是 像我剛剛說 就今年夏天出的 水蜜桃口味之外 我自己也是大推 譬如說像它有那個 拿鐵太妃奶茶 然後還有一個白巧克力 它其實有很多口味的 然後我自己本身 比如說早餐 我沒有時間 我就會 比如說出門的時候 我就帶那個粉 然後水這樣搖一搖 這個就是我的早餐 然後下午的時候 你知道女生就是覺得說 我今天工作一整天 我真的很想喝一杯手搖飲 但是你知道一杯 它喝下去就是四五百卡 但是一百卡就可以解決 就是你可以滿足你的口腹之欲 然後也控制你的熱量 因為環保 那杯子比較可愛 超可愛的 其實我覺得糖這件事情 不管是男生或女生 其實你們都會覺得說 吃到糖就會覺得很開心 很安慰 很滿足 那其實這也是有原因的 因為其實我們的大腦跟我們的糖分 其實它有一個密切的關係 基本上我們吃進來糖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受器一接收到 就會告訴我們的大腦 就是把那個通道打開 然後這個獎勵 我們會把它稱作一個 獎勵機這個通道 那它就會釋放出我們的多巴胺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會覺得很開心 很愉悅 很滿足 但是呢 這個獎勵機制如果過度的就是讓它 就是釋放太多的多巴胺 它其實反而會讓我們很 就是失控 你會很難去控制這個 對糖的需求 會變得說你對糖的慾望 會越來越高 大家有沒有聽過就是說 糖是合法的毒品 對 上 對 所以會變成說 其實糖分 我們真的就是要建議在設 所以我們營養時候會建議大家 一天不要超過25公克的經濟糖 那其實剛剛玉兔它有提到說 它攝取的這個補充品 因為其實它會看起來 又很像手搖飲料 那如果說你是適當的 去做一個取代的話 那其實第一個你可以減少一個 精緻糖分的一個攝取 而且其實像我們的 剛剛提到裡面 它有所謂的藤黃果的萃取物 那它的一個功能是什麼 它可以幫助我們身體就是 合成比較多的血清素 那同時你也會 所以你對一個吃食物的 或者是吃甜的慾望 你就會下降 而且它還可以就是幫助我們 就是抑制攝取進來過多的 碳水化而物形成的脂肪 所以其實糖黃果這東西 如果好好的利用它的話 它是可以幫助我們就是維持 比較一個健康的體態 而且我就覺得很棒的一點是 你在喝這個水蜜桃口味 所以它裡面有補充膠原蛋白 對 所以你在喝的時候很開心 然後你可以讓自己的皮膚變Q彈 然後有顆粒感 譬如說你可能是本身是很喜歡 喝珍珠奶茶的人 或是咀嚼 吸溫料 對 你就會可以 就會覺得說 哇 好幸福喔 對 不過女人要煩惱事情 還真的滿多的 不管任何問題 希望女人 不要過度要求自己 但是自己喜歡做的再去做 不要為誰來做 為自己做的 謝謝大家 恭喜烏漢萌出的新書叫 阿包醫生陪楊爸爸 阿包醫生 謝謝 恭喜